你可以回乡 可是你要先找到你为什么在这里 你从哪里来 你要去哪里 这很重要 在台湾云林县的一片田野中 常常能听到古乐的声响 或清脆 或浑厚 或气势磅礴 这鼓声从绿色稻田中央 一栋颇具现代感的建筑中传出 这个院落名叫幻木丁 是泰日乐籍乐团的大本营 乐团团长张承远 1980年出生于台湾云林县 大学期间开始学习各类古乐 大学毕业后 考进高雄势力国乐团当演奏员 活跃于中国音乐 世界打鸡乐 有以音色变化丰富的首鼓演奏著称 舞台演奏临场感染力浓烈 被当地媒体美誉为鸡乐达人 与杰出鸡乐演奏家 但是 跟团工作了五年后 张承远发觉 当下的生活 跟他初学音乐时憧憬的生活 不太一样 在自由场太及时了 而且人跟人的温暖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紧凑 因为大家都是厉害的演奏家 所以大家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 所以当你 你可能八点 九点准时上班 然后十 十二点准时下班的时候 碰了 哇 瞬间人就都消失了这样子 对 然后呢 之后我就想说 那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迷茫期里 出生于湖南长沙的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 指挥家谭顿的作品《地图》 给了张承远回乡的勇气 当初我看了一部蛮特殊的影片嘛 叫做《地图》 就是谭顿纳斯他做的一个影片 当时我看了地图 我看那个影片我很感动 他首演一定要在他们的部落演出 所以呢 所有的 所有的演奏家们 都要跟他跋山射水 背着乐器 大地小听音 低音鼓的 然后造他们的村庄 而且 你看平常我们要去观光 要跑到山寨去都很困难的 各况你要摆个乐团 这么的灯光音响 什么都移到那个地方去 这一幕其实超震撼我的 那地图在我心里面 我觉得算是冒出一个牙 那我想了很久 所以我就决定回来 张承远评价自己是 有勇无谋 因为他当初是裸词 在没有找到新工作的情况下 回到家乡 回乡半年 他都在帮着母亲的餐厅端盘子 一边端盘子 一边组建乐团 就这样 他开始了自己的云林 在地乐团人生 回到原点 从零开始 召集团员 租借练习室 一个一个募捐乐器 从帮其他乐团搬设备 到帮忙伴奏 再到办第一场创团音乐会 张承远和他的乐团 用了五年时间 对一个乐团而已 通常都是创团那年 就办创团音乐会 不会有人过了四年 五年才办创团音乐会 那是很夸张的事情 可是我有跟观众解释说 我为什么 这条路其实很短 可是我 就是我每天都可以 经过文化中心 可是我觉得我的乐团 都走不太到 可是我走了五年 我终于走到这边了 不仅仍回到了故乡云林 张承远的作品 也充满了故乡的元素 他的第一个作品 是四个套曲 雷水火风 分别把家乡急促的雨 河流 庙宇文化 还有常见的风飞沙 作为主题 通过古乐的方式呈现出来 除了自然 云林的历史故事人物 也成为了张承远音乐的主角 我发觉到 我可以用音乐 帮云林记录故事 记录历史 然后让别人不知道 历史跟故事 我可以透过音乐 让大家来理解 所以八百万神 我写的就是古坑这一块 因为我从小在那边长大 所以那个地方 当我一个最基本的发想 是最好的 所以我写的第一首 就是铁虎 那铁虎就是抗日 我们台湾的抗日英雄 原本只是想做给当地人的音乐 鼓声却越传越远 不只是当地人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 也特意来到云林观看演出 当你的艺术成分 有价值存在的时候 来看你的 真的就不只是当地人 虽然我的本意 是做给当地的人看 来做刘春 今年是我觉得 我做演出 让我觉得最吓到的一个 我今年有好多 我那个厅 大概九百多个人 可以进去看 然后我在一个月前 就完瘦了 进到那个月听看演出的人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外县市 从台中台北高雄上来看 也是我不认识的 尽管排练场地 还有贷款需要偿还 但张成远和他的乐团成员们 却并不急于营销自己 他们更希望保持初心 用鼓传递温暖 其实我觉得保持在初心好重要 因为我本身就想做这一件 让别人更多 让更多人看见我们 去各地训练 那当然是每一个团队 都希望做的事情 可是我并没有想要说 因为这样子 这个乐团就可以变得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 不要忘记了 台日乐集 为什么叫台日 就觉得鼓像太阳一样 然后拿出鼓棒 打出它就像散发热力一样 我希望它打出来 是有温暖有温度的 让人家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